哈囉 大家好 歡迎來到東京熊市場 在今天的影片開始之前呢 各位先聽一下這段配樂 好 停 現在先播這樣子就好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現在已經開始在像 在YouTube上使用這首歌的人 收取相關的費用 那我怎麼會知道呢 因為我用了很多啊 前幾天我收到了版權聲明 大概收到了兩封 陸陸續續還會更多我在想 那我是在這個 一萬元的樂高城堡呢 使用了這首配樂 好 其實介紹這種申訴呢 不用太擔心 基本上呢 他的意思就是 你這支影片之後的收益啊 全部歸他們所有 那你呢也不用把影片下架 也不會有什麼法律問題 就這樣告一段落 那我個人呢 畢竟是使用了未授權的音樂嘛 因為我也不知道這首歌原來 是有版權者的 所以今天才會拍這麼一支影片 好 那就來啦 激發我的好奇心了 究竟這首歌的作者 以及他的來源 到底是哪裡呢 經過呢 我整個上午做的功課喔 那我們可以得知這首音樂呢 是由一位叫做 旗鼓劍翅良的音樂製作人所製作的 他是出生在196年的12月30號 廣島浮山人 那你就會想說 欸 奇怪他是都出這種類似的歌嗎 其實不然喔 他也曾經來幫當時的偶像呢 出一些熱門單曲 好 這些都不是重點 重點在於說 我們現在呢知道這首歌是他做的對不對 那版權聲明的公司呢 是有一間叫做 Pony Canyon的公司 後來呢 我就去查一下這間公司 其實你在這間公司的鎖影下面呢 是找不到他的 但是各位有趣的事情來了 當你把旗鼓劍翅良跟Pony Canyon 兩個關鍵字呢 丟到庫庫上 有趣的事情發生喔 我們呢 就會看到一篇新聞 那這篇新聞提到了什麼呢 他把他歷年來啊 八張專輯 進行一個再製 重製 那問題不就揭曉了嗎 答案就揭曉了啊 我們可以知道呢 這一首啊 黃金傳說配樂 其實呢他的本名並不是這樣子 他的本名是叫做 這句話什麼意思呢 我不知道 但是我知道這首歌 是出自於哪一張專輯裡面的 這一首歌呢 是出自於他的 Best Collection 也就是最佳精選收錄啦 基本上收錄了 1986年到1997年他所做的歌曲 然後呢 在2009年的11月18號呢 來販售 變成這一張精選集 所以呢 我們熟知的這一首 黃金傳說的配樂 就是出自這一張專輯 所以我們再看回來 這一次Pony Canyon事件喔 他這一次呢 跟 旗鼓劍四郎 要重製的這八張專輯 日期是什麼時候 2018年的4月6號 也就是說呢 現在已經2019的9月14號了嘛 他們足足已經抓了 一年6個月有了 只是最近呢 才抓到這邊來而已 就是這麼簡單的一件事情 因為畢竟呢 我不知道 旗鼓劍四郎 跟Pony Canyon 他們這一次 合作的八張專輯裡面的幾百首歌喔 到底有沒有包含這首 Rectime on the Rave 但是可以知道的是 旗鼓劍四郎 他的版權啦 音樂版權 這次是簽在Pony Canyon身上喔 那Pony Canyon呢 會用這個版權聲訴 來跟我聲訴 也是情有可原的啦 因為畢竟我們已經知道 他們之間的關係了嘛 其實今天拍這支影片呢 主要是跟大家說 黃金傳說的配樂 可不是沒版權喔 大家不要再誤會了 所有曾經使用過這首歌的各位呢 準備等著版權聲訴吧 好啦 這裡是今天呢 稍微發現到的一個 小趣事 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大概會有十幾支影片 準備等著收版權聲訴了 不過沒關係 接下來今後的收益呢 就會歸他們所有了 我個人是OK的 畢竟也是用了他們的音樂嘛 好啦 今天就算是一個 小小的科普知識 雖然是用這種方式來呈現喔 蠻好笑的 好 那我們就來兩支影片 並在裡面就新影片 再去幹嘛吃